今天买了一条带鱼用砂锅局 肉质鲜嫩无比 而且做法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做看看 今天去挑选了一条 还比较新鲜的黄带鱼 就是黄眼睛的 这些都没有什么破损 这些黄铃也是有在的 我们拿把剪刀 把肚子这一块给它剪破 处理一下 就如果能买到那个白眼睛的带鱼 更好 白眼睛的带鱼肉质吃起来会比较好吃 肚子的内装跟表面这些黑膜 一定要给它弄干净 下以后我们把这个头给它切掉 这一块没什么肉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身上给它打上划刀 等一下橘的时候会更入味 接着翻面 我们另外一面也要打上划刀 就给它长成那种小块 在打的时候 腌制之前我们稍微用厨房子 把表面水分洗干 加一点姜丝 散热的胡椒粉 一勺鱼露没有的话就用盐 少量米酒去腥 一点点生抽 然后最后来一点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 现在抓匀过后我们给它放置腌制15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点老姜 我们用刀背这样子拍 拍成那种姜容 等一下味道会比较突出 接着拍好以后 我们把这个姜汁给它尽量挤掉 因为非常的辛辣 怕小孩子不敢吃 我们只要这个姜容 再添一点葱白 这道菜的重点就是这个花椒 准备一小撮 你用一个油鸡菜香味 煞锅烧热过后我们倒入食用油 菊菜我们一定要准备多一点的这种葱姜蒜 我这个葱是用的红葱头 一定要把这个香味给它释放出来 这种椒微焦 然后我们就可以扣上这个带鱼了 再把这个花椒姜容给它放上来 好 我们接着盖上盖子 这个带鱼很好熟 所以我们中火给它焗个六分钟就可以了 最后两分钟我们盐锅盖 淋一点米酒去新增香 香喷喷的姜容焗带鱼就做好了 朋友们可以试试一下 超级的香 今天晚餐做了一个夏日蒸蛋 然后这个是那个姜容焗带鱼 真的超级好吃的朋友们 还有白酌的生菜 汤的话就是萝卜龙骨汤 加了那个蒸菇一起炖的 我们今天晚上就这样吃 哇 后来你换个电 看这个版色 外面了 嗯 好好吃 嗯 干什么 加龙 本来以为爷爷男要来 我就买了这个龙骨买了很多 煮这个汤龙骨很多 这个龙骨什么的 猪 猪 猪的部位有一个是猪 猪排猪骨头 要下好几天 要下好几天 那我明天还不吃姜要蛋啊 对 下雨才好吗 等一下植物都变成灰植物了 等一下它喝草的时候了 喝水的时候 然后它会长成大树 是的 今天我们就炒蛋 你们谢谢 谢谢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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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镜头谢谢 谢谢外婆 我以为今天奶奶要来 这个下雨了他没来 不然的话把鸡蛋要留一些 到老家去放点 老家冰箱可以多重一点 吃牛肉长 很高 好的 我们明天做点馅 然后早上烙个牛肉饼啥的 好吧 诶